萬一事情是科學正義的 這台灣國內的 三部五時都民眾在煩惱說 在電信基地台對身體會有擺海 要求他們要拆掉 拆掉之後才發現說 他手機要信和太過敗 就要求他們要到處回來 NCC是頭一次 委託第三本機構 進行大規模的留守 結果顯示說 台灣基地台電子部 上次大數達 平國際安全標準更加 而且也跌過我們家裡 民所用的這些家電產品 手機拿起來 就有五支網路 唐蘇雄 台灣五支開台 高達已經兩年過 但是民眾對於 行動網路基地台 要玩有紀錄 三部五時就要求 聽基地台的消息 NCC為特訓認科技大學 試驗專台包括 離島 共34座數據 五支的基地台 結果發現電子部 公率評國際標準 加很多 最高公率是唯一 國際標準值的 零點零三八八 換句話說 我們的量測的結果 遠低於國際標準的限制值 客車支出民眾處來 使用的電器 很多的電池坡 都比基地台更高 稍比平之下 出機的電池坡 風險 都關過基地台很多 NCC表示 基地台氣越多 信號越好 對抗給出機的電池坡 電動越有幫助 手機跟基地台距離越近 它那個發射功率就會比較低 就不用不用那麼費力去找 基地台密一點 每一個手機都可以很快找到 那個 它的 就是我們附近的基地台 那它需要的那個 放的那個電池坡就會少一點 NCC表示 現時是五支基地台台台 部分都跟數支基地台去做會 但是五支信號環境 只有數支的一半左右 比來的五支的設計樓上 切紅頂頂頂公共設施 增加信號環圍 高級也還需要2萬左右 雖然電池坡 給過標準也沒有變 比較堅固正面 五支基地台電池坡 會對健康造成危害 不過學者也表示 要是要保持一定的鼓勵 降級相關風險 記者 各位觀眾朋友 水 大家報道